我們初初來沖繩時帶女兒去公園玩 公園裡遇到兩個小學生 那時女兒唯一會說的藥文就是阿梳波 即是可不可以一起玩 我們遇到她的日本小朋友很純真 那麼多年來從未被小朋友拋絕過 玩到差不多的時候 其中一個小學生問我多少點 他說答應了她媽媽要六點回家 爹爹覺得很奇怪 這個公園沒有鐘、沒有標 沒有其他人在公園的話 怎樣知道幾點呢 原來很多公園有個小喇叭 這個小喇叭兼乎了一個布時的角色 到了差不多六點的時候 小喇叭就會說 時間到了,回家吃飯了 小朋友聽到就會自動自覺回家 當然廣播的訊息會有不同 但小朋友聽到就會知道時間到了 幾年之後我們女兒去公園玩 都是靠這個小喇叭回家 這個小喇叭還有別的作用 有時候社區廣播真的會用小喇叭來通知 例如附近有奇怪的人 又或者疫情期間 提醒你洗手洗手又洗手 總之這個是社區小喇叭 在現在什麼都數碼化的時代 聽到這些小喇叭的呼籲 反而覺得沒那麼冷漠 如果你不想來到 才知道你想去的店鋪已經急著了 那就快點訂閱我的OKFamily 記得按旁邊的小竹仔